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浪子的故事 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經文請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你看到大兒子跟小兒子 我們再看下一頁 小兒子對父親說 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 你要知道在猶太的背景裡面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其實很像在詛咒爸爸你早點死 趕快死的分遺產給我的意思 好再看下一頁 過了不多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持起來往遠方去了 看到這小兒子就到了一個城市 好看下一頁 在那裡任意放蕩浪費資材 你看喔他就有一群苦群狗擋酒肉朋友 然後呢就把他很大的資材這樣子浪費浪費掉了 好再看下一頁 耗盡了一切所有的遇到那地方大饑荒就窮苦起來 你看到原本好像吃喝喝好像有很多好朋友的小兒子 他現在窮苦起來 我告訴你 等你窮苦起來了 等你慘了之後 你才知道哪些人是你真正的朋友 保證那些跟你吃喝的酒肉朋友 說每個是你兄弟 每個是你什麼 統統都會跑掉 OK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後來呢我們這個曾經很富有很風光的 好像富二代的大爺的小兒子浪子 他窮到只好去放豬 請看 於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 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夾衝擊也沒有人給他 他連跟豬搶食都還搶不到 他要去討豆夾來吃都沒有 我們再看下一頁 他就倒在那個地方 非常餓的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 口糧有餘 我都要在這裡餓死嗎 天啊我要怎麼辦 餓死了怎麼辦 然後他就開始想一個方法 他想了什麼方法請看下一頁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 向他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他要回去跟他爸爸認罪回改 承認他犯罪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大家記得他想說 他會不會回去跟他爸爸說 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這是他心裡想好的台詞 他想好的台詞 大家回去囉 看下一頁 相離還遠 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此心 跑去抱著他的景象 連連與他親嘴 大家要知道 在古代的中東的文化 像父親這樣尊貴的人 特別是個財主有錢人 他們絕對不跑步的 可是你看 父親怎麼有辦法 在相離還遠就看見 還可以動了此心跑去呢 其實代表父親天天都在 一直一直都在那個 可能在一個山崗上 在一個可以看得很遠的地方 在看我的兒子什麼時候回來 我的兒子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他才能夠相離還遠就看見 然後看見了 然後呢 就等他過來 不是他跑去 他放掉尊貴的身份 他跑去 我告訴你 你的天父也是這樣 曾經你犯罪 曾經你軟弱 曾經你覺得你過去不好 可是我的天父要告訴你 他在天上 老走就看著你 他就看著你 他要你動了此心 他動了此心 他要你快回來 只要你想回來 他要跑去的擁抱你 與你親嘴 我的主是這樣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 兒子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記得大家 大家記得他有一個台詞 他之後要說一句話 讓我做你的故宮吧 他原本想要說這句話 你看 可是呢 父親讓他說了 我得罪了天 也說我得罪你 他讓他說出這些東西 他讓他認罪 悔改 他承認這裡是罪 他也承認說 我不配做你的兒子 他說不配 可是他還有下一句 他說他要當故宮 可是這個時候父親怎麼樣 我們看下一頁 父親卻吩咐仆人說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頭上 把鞋穿在他腳上 大家要知道 這些東西都有屬靈意義 恢復他尊貴的身份 恢復他稱義的身份 恢復他的權柄 恢復他得救的身份 各樣的很多的祝福 他還沒有時間講故宮 因為父親不要你回來當故宮 我要你回來當我的兒子 我們再看下一頁 把那肥牛土牽來窄了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 他們就快樂起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個人得救 天上多麼快樂 我們也是這麼的快樂 所以我也鼓勵 很多熟悉聖經的朋友 你知道後來大兒子就超不爽 請我們不要當大兒子 我們生命中會有非常多犯罪的人 我們生命中會有非常多 你旁邊會有一些很糟很 你覺得怎麼會這樣生活的人 可是天父在山上 在天上一直在等他的兒子回來 請你不要當大兒子 讓我們與天父一起 開心的看到我們的弟弟妹妹 回到神的國度 神的家裡面 因為他做了什麼 把那肥牛土牽來 擁抱他 然後開派對 吃喝快樂 因為這兒子回來了 這事實上有很多人 事實上需要我們把神 白白的恩典稱以祝福 耶穌基督自己傳給他 我們不要當大兒子 我們要來祝福所有的浪子 回到神的國度裡面 好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祝福我們這裡每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把這個白白得到的恩典 白白得到的稱以傳出去 傳出去 白白的告訴大家 回來耶穌的家裡 回到天父的家 沒有任何條件 只要你願意接受 天父就擁抱你 恢復你的榮耀 恢復你的尊榮 讓我們把這個恩典的福音 恩典的真理 傳給世上每一個人 奉以神明祷告 阿們